美艦艇碰撞后照片首度曝光 事故牽动美中战略 中俄10艦绕日本列岛一圈 分析说中共被普京利用 普京直言中俄非军事盟友 中共尴尬回应被饥讽 美前副国安顾问说 美中竞争企业需选边站 海航通过破产重整 高层集体金库被习近平收缴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6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美国海浪级核动力攻击潜艦 康联迪格号USS Connecticut SSN22 10月2日在南海碰撞到不明物体受损 卫星相手度曝光 目前正停在关岛码头 台湾国防院国防资源及产业研究所长 苏子雲分析认为 从卫星相看来 看不出受重创的痕迹 推测碰撞部位可能在水平线以下 康联迪格号是美国海军三艘海狼级潜艦的其中一艘 估计造价高达30亿美金 是冷战后期的攻击核潜艦 当时用于深海追踪前苏联的潜艦 苏子雲表示 康联迪格号在南海执行任务 应该是监测中共核潜艦的动向 对于遏制中国的战略核潜艦的活动 所形成战略性的影响 十艘俄罗斯和中共的军艦 10月18号联合军演的时候 穿过日本本州和北海道之间的 津兴海峡南下 22号又通过鹿鱼岛园 大鱼半岛和总支岛之间的大鱼海峡 几乎妖行日本列島一圈 进入东海 日本防卫省将此事为极特异行动 而持续加强警戒监视 日本放送协会NHK 《产经新闻》和《独卖新闻》等报导 中俄艦艇共十艘 在18号手渡同时通过 位于北海道和本州之间的 津兴海峡进入太平洋之后南下 防卫省在21号确认 中俄艦队在伊豆群岛附近航行 22号在高知苑 逐接夹南方约180公里的太平洋潮西航行之后 通过大鱼海峡进入东海 这亦是日本防卫省首度确认 中俄两国舰艇同时通过大鱼海峡 大鱼海峡和津兴海峡都是国际海峡 包括军舰在内外国船舶航行或国际认可 此外日本防卫省确认 中俄两国军舰采取前所未有行动 日本防卫省正分析这一连串行动的意图 同时持续加强警戒和监视 在亚太紧张的局势下 分析人士认为 中共和俄罗斯军舰的穿越 挑衅味道十足 不过就在中俄军舰绕日本列島一周之际 普京向日本又发出另一种声音 希望与日本提结和平条约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普京21日在索契举行的 瓦尔代国际辩论会上 向国内外专家表示 与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推进了各种合作 将俄日关系提升自身水平 强烈希望这类合作今后也能继续 普京还强调 虽然日本的政权更替很频繁 但俄日双方国民的利益不会改变 两国关系最终应该走向正常化 并替结和平条约 我们将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在10月7日 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 与普京举行电话会谈 普京在会上还评价岸田文雄说 他对外交态度积极 是经验丰富的政治家 和安倍的关系也很近 据悉日俄替结和平条约的根本障碍 是北方四岛的归属争议 分析指普京的意图是 各自北方四岛的归属 向日本提供最大优惠 日俄联合开发北方四岛 从而获得日本的技术和资金 以此震兴俄罗斯的经济 不过日本的态度很明确 北方四岛如果不能收回 双方替结和平条约没意义 分析指 中俄军舰联合绕日本列岛一州 应该是普京施压 希望日俄双方 重启替结和平条约的谈判 北京只不过在敏感背景下 被普京利用了一把议议 另一方面 普京21日在索契的讲话中 还直言和中共非军事盟友 似乎不想被中俄军舰环绕日本一州之事 令国际社会误会太深 不过被利用之后 被担在这边的中共急了 年称中俄两国不是盟友 姓此盟友 结果引来舆论嘲讽 普京在索契举行的 雅以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 接受传媒采访时直言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 也没有建立俄中军事同盟的想法 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 都是没有根据的 普京一番澄清 颠覆了中共宣传部门 以及军事专家一个惯性思维 俄罗斯是中国军事盟友的错觉 对此22日 俄媒塔斯社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 就普京的谈话提问之后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声称 中俄两国不是盟友胜似盟友 汪文斌回应 很快在海外社交传媒引起回响 有网友说 页面硬是向普京的冷屁股上贴 被普京卖了还要帮他数钞票 中共无此的级别无法衡量 国际社会围堵中共 各国都在选边站队 近期美国潜伏国家安全顾问博明提醒说 情势所迫企业也难以避免需要选边站队 博明在最新一期斯坦福大学 胡佛文责的赞文中以红线Red Lines为题 指出中共的大战略是集结经济影响力 以获取全球性政治目标 博明在文章中指出 今年初拜登刚刚就职的几个星期内 中共对美国发动一波文宣攻势 那些演讲 信件和公告 并非针对美国新政府 而是针对美国的商界 他提到今年2月初 中共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和美国商界领袖前政府官员 进行了一场视像会议 会上杨洁篪先为中国的经贸 描绘一幅美好的前景 接着警告美国商界最好对中共的红线保持沉默 也就是警告不要触碰新疆、西藏、香港和台湾议题 杨洁篪在谴责前特朗普政府的对中政策后 毫不含蓄地向议会者施压 要求他们游说拜登政府扭转局面 博明说 北京的信息很清楚 如果你要在中国做生意 代价是要牺牲美国的价值观 博明提醒美国企业 两边讨好行不通 他说 中共领导阶层 至少有件事说对了 就是美国企业的执行长、董事会和投资者 必须决定他们想帮哪一边获胜 中国史上最大的破产重整案有结果了 23日海航集团宣布通过破产重整计划草案 重整后 集团将拆分航空、机场、金融和商业四个事业 各自独立运营 其中的航空主业、机场主业的接手人已浮出水面 海航是中国大陆第四大航空公司 2019半年报披露 直到2019年6月底 海航集团借款总额5548亿元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781亿元 资产负债率达到72.07% 今年9月24日 海航宣布重榜消息 海航主要创办人董事长陈峰、行政总裁谭向东 因为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 外界推测海航除了好像恒大一样有巨额债务之外 内部问题可能更加严重 早在2018年8月11日 北京大学前经济学教授夏业良对大紀元透露 有很多消息来源说 海航其实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一个 集体的小金库不是个人的 也不是一个私人家族的 他说一年前有消息人士告诉他 很多高官包括江泽民的孙江志成 都拥有海航的股权 夏业良表示 这个消息的可靠性非常高 因为消息来源也是国内贪官集团中的一员 经常去美国透露了很多消息 消息来源还说 曾经担任海南省委书记的魏刘成 和前海南省省长刘建峰都持有海航股份 夏业良说 海航是刘建峰力主成立的国企 成立之初海南省政府出资2千万人民币 后来金融大额索罗斯投资了2-3千万美金 这是第一笔外资 之后海航经过十多年的演变 引入外资 它的股权就变得非常复杂 至于什么时候海航从国企变成一个私营企业 夏业良表示 这个只是一个秘密 外界不清楚在哪一年是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要将海航变为私营企业 这些都是个迷 如今海航破产重整 等同于这个集体小金库 已经被习近平当局收缴 近日在大陆吉林超级市场上映了一出 高手在民间的表演 《销商神报》报导 10月21日在吉林省松原市一间超级市场 一条大鱼跳出水池 在地上翻滚 坐在一旁的女受货员健壮后 不耐烦地站起来 走过去一脚就将鱼踢回去 这段录像在微博上热传 引来众多网友留言评论 有网友取笑说 这个是被卖鱼担的足球运动员 今天的《纪元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是雪儿明天见 明天论 我没有摄像 在底下 今天你们能在讨论 一位于尽量的 你将分寨